好 那么上回再聊到李雪茜那个视频的留言区下面呢 有一个名字出现频率也是挺高的 那就是宰相刘罗郭的李宝田 说李宝田的演技可不可以跟李雪茜放一个级别去讨论呢 那我的答案也是很明确的 可以 绝对可以 只是他跟李雪茜两个人呢 其实严格说起来的话 他不属于同一类型的演员 因为顶级演员呢 他其实分两类的 一类演员呢 走的是那个变色的路线嘛 不均一一种角色跟风格的 演谁像谁 梁家辉 李雪茜实际上是属于这一类 还有一类呢 我称之为是个性化演员 就是这个人物本身啊 就是这个演员本身 他就很突出 个性很突出 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嘛 王人在塑造角色的时候呢 也会把自己特别有味道的那个个人风格呢 加到那个角色里面去 不管人任何角色啊 都有独特的那种个人的 这种个性味道在里面 那这就是个性化演员 你像陈道明 王志文 以及像李宝田呢 就属于这种 不过同样是顶级的个性化演员呢 可你要论在这个镜头前 能够释放出来的那个舞台魅力 或者是戏剧张力的话 李宝田又完全不输给 王志文跟陈道明这两个人了 甚至有的时候呢 还要在这两个人之上呢 这个事情大家同意吗 甚至我有自己这么一套理论啊 就是你在个性化的这个演员当中 能够在这个舞台感染力上 跟李宝田抗衡的话 基本上我能够看到的就一个人 姜文 有话好好说里面就是最好的证据啊 姜文实际上是属于那种什么呢 见谁灭谁的个性化演员 是不好搭的 因为一搭他就给你吃了 但是李宝田跟姜文在一起呢 却可以做到不相上相 甚至导演这边如果说稍稍把这个戏份呢 朝李宝田这边偏重一点的话 李宝田他就占上风了 这种现象老是讲 我在姜文的这个其他电影当中 我是从来没见过的 全天下我也就在李宝田身上 看到他做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李宝田怎么就可以在 个性化演员的这个道路上 做到顶级呢 理由很简单嘛 就是这个人本身 他就太有个性了 因为个性化演员就是这样的 他演戏最大的这个杀手节 就是靠自己独一无二的个人魅力嘛 所以说你这个人 本身的个人魅力越强 或者说具体来说 你本身的那种什么样 口才越好越有想法 性格越鲜明 尤其是性格层面 你越刚越硬 那么你最后通过这个角色 带出来的这个爆发力感染力 往往是越强的嘛 一定是这样的 李宝田胜就胜在这些东西上了 你说姜文这个人硬不硬呢 一看就硬嘛 那李宝田呢更硬 为什么说更硬呢 因为姜文的硬呢 至少他还是能够保全说 跟周围人面子 人情关系的这么一种硬 但李宝田硬起来的话 那是属于那种 石头牛拉不回来的那种硬嘛 任死脸 最终会不惜 把所有人的这个面子 都给撕破 与全世界为敌的那种硬嘛 你不要说他自打 跟那个王刚 张国立演完 刘露锅之后啊 就再有没有 跟这两位演员合作了 记者有一次问到他吗 说你为什么 不跟他们合作了 他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老想这种事他不光敢做啊 他还敢说啊 公开 牛不牛逼啊 那真牛逼 更牛逼的是 有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吧 当年有部戏叫钦差大臣 原来说好拍三人级的 最后爬一注水 剪成了三人三级 那可把李宝林给弃坏了 他居然最后就直接 把这个投资方给告了 最后还告赢了都 老想这种事情 你别说中国了 全世界都没有听说过的 但他就这么做了吗 那因为这个事情 李宝田他就捅了大楼子了 是吧 损害行业利益了吗 一夜之间 十几家的这个影视公司 联合起来抵制李宝田 破脏嘴 骂他戏吧 再后来的事情 你们也都知道了吗 李宝田基本就没戏可拍了 所以说后来我们也就很少 在电视电影当中看到他了吗 但李宝田你说后悔了没有 绝不后悔 因为他从小就是这么一个 认死利儿的人嘛 那么在艺术道路上 你说他认的这个死利 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四个字嘛 戏比天当 人说你把投资方跟合作伙伴 一个一个都得罪了 那你人缘不是不好了吗 李宝田当时就说了句名言 他说你人缘再好 作品不好 有什么用呢 那有人说李宝田告之告 那都是为了钱 但其实呢 他这种名气啊 他当年流落过那种声望啊 演完之后那种声望 想要去挣钱的话 一大堆广告商等着他 求着他去 送钱给他 大把大把钞票送钱给他 让他接广告呢 他要赚钱的话 接几个广告就行了 但是他呢 家喻户晓大明星 从来就没有靠自己的这个影响力 挣过一份广告钱啊 从没有接过广告 你对比像现在那些 某些所谓的表演艺术家啊 上穿下跳去搞什么直播 人家李宝田能量比影响 能量也好 影响力要比他打一千倍呢 那自始至终没接过一个广告啊 他有个三不原则的嘛 不走后门不拍住水局不接广告 他是这么说的 最后呢也真就是这么做的 所以说我还是那个理论啊 如果说你是个性化演员 那么你这个人本身啊 我的越有个性 越刚毅 越有棱角 那么你最终能够在舞台当中 爆发出来的那个感染力呢 就会越动人嘛 李宝田实际上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且这种敢于横眉冷队千夫子 绝不崔梅哲要视权贵的呢 才是人们心中真正的艺术家 大艺术家 对吧 那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评价李宝田这个演员啊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写评论 我是大白 下期百话听一下 再聊